提到我国首艘两栖攻击舰海南舰 人们总是用海上巨无霸来形容 它体长200多米 排水量约有4万吨 不仅可以搭载多型直升机 还能为大型气电艇和坦克装甲车辆 提供海上作战平台 近日我们的记者登上海南舰 探访舰艇官兵生活训练情况 来吧 就让我们跟随镜头 一起扬帆起航 相当于15层楼高的海南舰 内部空间是无比巨大的 而舰员们的工作岗位 几乎遍布舰内的每一处 驻舱也分布在各个点位 那么如何确定舰员们的位置 并快速找到他们呢 就不得不提到舰员们特有的舰员卡了 不仅有个人信息 还能精确定位 人员定位胸卡 是专门针对我们075型 两栖攻击舰 船体大 舱使多 结构复杂等特点 专门新颜列装的一套设备 通过这套设备的终端 我们能快速地对我们的舰员分布情况 定位情况进行查询 同时在我们的胸卡上 还有一个SOS按键 当我们的舰员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 通过按下SOS键 能够让我们的职帮部位 快速地发现并做出应对 海南舰上 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不仅有读书室健身房 还有医疗区保障官兵健康 任务期间 全体部门都需要24小时值班 舰上还会开设夜宵食堂 给晚上坚守站位的舰员们加个餐 官兵们常年在海上执行任务 靠岸后下船的机会也很有限 所以我们要给予舰员们 足够的生活空间 更要做到支兵爱兵 为官兵们解决好实际问题 2021年4月 海南舰正式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从那时起 全舰官兵坚持以占领训 在搏击风浪当中 不断挖掘舰艇的作战潜能 张新春是海南舰作战部门的主炮手 作为首批舰员 他和战友们展开了 夜以继日的攻关与探索 随着人民海军建设发展速度不断加快 武器装备智能化程度 也越来越高 大家口中的万发炮 激发时要有八个装备系统 可以做到预判来袭目标轨迹 并自动瞄准 张新春是作战部门的主炮手 在他看来 尽管智能化程度提高 但对于装备极限的探索 一刻也不能停歇 战术软件可以帮我们更快的整合数据 辅助决策 但我们人也不能放松训练 对目标的判断 应急情况的处置 还是需要我们来进行处理 在有些情况下 我们也要靠自己来瞄准激发 所以对炮的使用了解 一点也不能放松 来到海南舰之前 张新春还担任过 两型登陆舰艇的炮手 面对性能更先进的舰载武器 一切又是新的开始 借助每天对舰炮维护的机会 从内而外摸透所有零部件 再到每一次的演练 不管实弹还是模拟 我都会在演练结束后 分析射击数据 不断总结 来摸清舰炮底术 从而形成最大战斗力 作为海南舰的动力核心 机电部门的官兵 24小时坚守站位 确保各型设备正常运转 在舰艇最底部 高温高噪音的环境中 每名官兵的手眼耳鼻 都练就成了特殊的故障检测仪 虽然平时工作看不见万请必拨 但机电兵却在远海大洋 留下了属于他们的深蓝行迹 这片噪音巨大的区域 就是舰艇最底部的主机舱 也是机电部门 需要24小时值班的地方 每次值班至少两个小时以上 在这期间要不停地走动观察 确保装设备的正常运转 因为站位在海平面以下 所以他们一直没有机会看到直升机起降 气电挺出 但他们的作用却是不可或缺的 机电部门是进艇的核心存在 主要负责进艇的主动力装置和辅助机械的正常运转 以此保证进艇的航行动力 满足全舰装备 人员对油 水 气 电的供给需求 要想带动这么大一艘舰 所配备的机器 大都是高转速的大功率机器 一旦发生事故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机电的工作不仅仅是用眼看那么简单 用耳朵听声音 用手背测温度 用鼻子闻味道 都是机电兵判断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的方式 而在发现设备异常时的反应速度 对机电兵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在机舱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漏油漏气 都有可能引发散火造成爆炸的可能 那都是不可预估的后果 我们的条件虽苦 但我们机电兵关边全是守护 是十分有必要的 以建为家欧作伴 万里寻边浪作床 是杨振宇在任务中写下的两句话 也是海南舰所有舰员 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 正是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默默指手 才让海南舰在大海中 留下了战篮航迹 再把目光转向东海海域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大队 数艘导弹快艇组成编队 展开实弹射击训练 检验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 刚刚抵达任务海区 导弹快艇编队就遭遇 敌多批次空中目标袭击 各舰立即组成防空阵型 实施有效抗击 消灭空中目标 编队雷达又捕捉到 来自海面的威胁 官兵们利用导弹快艇 机动灵活的特点 在不断转换阵位的过程中 完成武器系统的发射准备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目标被悉数摧毁 训练过程中 我们全程沉浸实战场景 组织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同时进一步简化口令 优化指挥流程 指挥更加简洁高效 人员协同更加紧密 应激应战反应更加快速 这次实弹射击训练 部队还根据战场情况 临机增设实战对抗科目 面对突如其来的模拟导弹攻击 官兵立即调整航速航向 精准锁定导弹攻击路线 最终成功夺取战斗胜利 通过背靠背的对抗 突发战况的处置和实际使用武器 魔力的官兵战场适应力 提升编队打击敌水面舰艇 和歼灭小心目标的能力 现代战争离不开现代后勤 油料补给是作战保障链中的关键一环 近日 无锡连勤保障中心某船运大队 将运游船和登陆艇混合编队 组织了一场紧急油料运输演练 清晨 三艘运游船和两艘登陆艇 组成的水上编队紧急出航 经黄浦江入海投入演练 如何将油料安全送敌保证区域 是这次演练的重要课题 卫星过顶 敌机凌空等特情 一个接着一个 接敌情通报 敌机两架 从西南方向距离10海里 向外边的低飞 跟请做好靠地准备 长航程机动不仅考验官兵 应对战场环境的能力 更考验编队的自我保障能力 在航行途中 编队一艘运游船 右主机冷却系统高温报警 机电长朱金涛带领抢修组 紧急赶赴故障现场 机电部门立即启动海水备用报 对其系统进行检修 对破坑管路进行紧急修复 保证船船航行安全和装备安全 船艇编队航行途中发现雷区 早离舰排除险庆后 船艇编队变换队形顺利通过 开展船运部的那种演练 目的是为了检验提高 油料 船运 转运 机运 一体化综合保障能力 破坑 感谢观看